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一下DS的解决 各位 假设我要去客户机 要去解析3W的搜索奖号 OK 那我们每个人的客户机上面 是不是都写了DS 写了吧 那我是不是要求你们去写的是 122.106对吧 写完之后呢 他就会干嘛 碰到域名他就会干嘛 是不是全面就在DS 问什么 问你知道这个域名的IP吗 如果他之前曾经解析过这个域名 他就会干嘛 把这IP是不是返回 他是不是就会返回 那如果他不知道 各位 他知道谁 不是 这是什么 解答 我说了 所有的DS服务器当中 是不是都知道根据的位置 这个根据IP是不是固定的 它是不是就是 它可以知道谁啊 这个跟咱们国理国家还不太一样 国理国家是啥 你不知道 你香港不知道 是不是就要去找这个 找现场 对吧 但是呢 他这个不是 他这个是香港如果不知道 他直接去找国家主席 然后国家主席再把任务往下分岔 听懂我说什么 他直接找的是根据 OK 所以啊 他们干嘛 去问 跟服务器 跟服务器说 你知道这个域名的IP吗 那国家主席能知道你这个原因吗 他不知道 但是他说了 我知道谁 这个域名的锁三位置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县长的这个电话 你给你们县长的 听懂吗 那他是不是就把这个 过这个东西返回给了这台服务器 啊 那他们会干嘛 是不是就开始去找县长 啊 那是不是就去找 点抗部服务器 说 你知道这个家伙来批吗 你知道吗 那县长是不是说了 我哪知道啊 我根本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市长 在我这里注册过 我知道 苏胡来批 明白的说什么 那他是把 苏胡来批的时候 反馈给这台服务器 啊 然后呢 他去哪里 他是不是就去找 苏胡点抗部了 啊 那苏胡点抗部 我们知道了 3W是不是就去 在他这张注册了 那他是不是就知道了 比如说 我找到市长 市长是不是就知道 这个人所在的位置 他在交换号码 啊 他是不是就干嘛 返回给了 客户机 能看到 然后呢 客户机 把答案就会干嘛 把这台服务器 是不是就会把 答案返回给客户机 啊 那如果以后 有人再去请求 他就这样吧 是不是直接想进了 而不用再去请求 能看到啊 他有一个默认的 缓存时间 如果超出了缓存时间 默认是三天 如果超出了缓存时间 再有人呢 是不是他又会 重新来做解写 能看到啊 好了 那这就是 DS解写落实 这是一个分级 全身落实 OK 所以首先 我们知道 根据服务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所有的请求 都会发达根据 明白 那通过根据 是不是再向前分发 点hom的时候 就发给点hom服务器 点hom的时候 发给点hom服务器 点hom.cn的时候 点hom.cn的时候 发给点hom.cn服务器 听懂吗 有问题 有问题 啊 那最终 他拿到了这个IP 拿到了这个IP之后 他还需要再经过这件事吗 他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访问了 能听了啊 好了 有问题 这是一个基本的DS的查询过程 可不可以啊 那么 好了 我们把这种查询 叫做地规查询 而把这种查询 叫做迭代查询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区别啊 地规查询 一般是 扣扣机 向DS服务器的查询 那么 地规查询的服务器 被地规查询的服务器 一定要返回地址 一定要 返回地址 如果他找不到地址 就会干嘛 返回报处情形 也就是说 他一定要 返回一个明确的结果 也就是说 扣机 扣机向他去查 那这是不是就是 这个 我一定需要结果的 回答的这个 一个请求 啊 那他 要不然干嘛 返回正确信息 要不然干嘛 返回 错误信息 但是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结果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一定要给结果 人听到 这相当什么 相当于我们 这个考试 你是不是一定要给我给个答案 不管是正确答案 还是错误答案 是都要给答案 人听到 但是 跟考试不太一样 其实也差不多 你考试的时候 你真不会 你可以干嘛 那不就是错误答案 但是我说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 你真不会 你有可能会干嘛 抄小抄是吧 啊 带个小抄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他对低规查询来讲 他允许干嘛 如果他不知道 在返回结果之前 他可以先去问其他的事情 明白吗 能说什么 他一定是要反回答案 但是如果他不知道答案 他可以干嘛 返回其他的 去寻 这个 寻问其他的福气 OK 所以叫低规查询 低规的意思是 从上级到下级 一级一级去找 啊 那也说 找他他不知道 对吧 他会帮你去找其他的人去问 明白了 明白 那 迭代查询呢 开始什么 福气之间 他们使用的是迭代 他的作用是什么 目标DNS 可以向原DNS返回一个近似结果 而 原DNS呢 会向下一个目标再继续查询 也就是说 他 是不是两台DNS服务器之间 他问 你知道 三大五叫搜狐吗 他们不知道 但是我看你的东西有点点熟 我知道点抗目了 能听吗 能听吗 他是把坦克抗目是不是就告诉他了 啊 但是他因为是定规查询 他是不是一定要获得结果 所以他会接着去问谁 贾抗目啊 最终直到获取正确的IP 然后是不是返回 啊 如果他不能连接后面的这些服务器 也绑断了 那他是不是就会返回报错情形 能听到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低规查询是一定要获得取结果 啊 要不然是正确 要不然是什么 错误 但是迭代查询呢 允许返回近似结果 明大文说什么 那 各位 低规查询用作 科目端向DNS服务器之间的气球 那 迭代查询是 服务器和服务器之间的气球 能听到啊 各位 别小看这个概念啊 这个概念在面试当中有可能会痛的 比试当中是常见的 OK 啊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能听懂啊 这就是 概念 OK 有没有问题 我说 这东西哪来了 百度百科找的 但是 百度百科的东西 基本上 正常的活人都看不 正常的活人都不知道他在说的 所以我说 做了些 就是简化 而且 做了些语解 没错了 然后画个图是吗 其实说实话 这图也不是我画 这么复杂的一个动画 让我画了 我那腰的清理 再来画一下子 就这一个图 所以 呃 这个也是拿 PCG直接画出来 要是没有动画 那我可能会拿什么 VSO之类的画个图 这个简单点 那个也行 但是画出来是没有 这个一步一步的效果 明白 这还是挺困难的 这是我们今天课程查询的 这个原理的注目 第二次写的注目 有没有 啊 啊 各位 在一开始学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理解 这些 这些 原理有什么作用 但是我们就说 啊 察觉你理解整个服务的 这个使用方法 是有很大的部分 比如说 我之前说 DGCP是什么 不能夸路由器 来作为查询 那如果你要不了解 它发送的是广播请求 你是不是就很难理解 这个 为什么不能夸路由器 哈 或者说 之前我们没讲过广播请求是什么 那时候就更难道 对吧 所以说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 所有讲过的这些概念性的东西 都是能串起来的 OK 只是 需要你对它逐渐的了解加深 慢慢的理解才可以 好吧 好了 整个的解析过程 有没有听 嗯 这个过程 执照做好 OK OK 但是 这个东西要夸背下来 你们听懂我说什么 地规和迭代 这两个要背下来 听到了啊 那个过程 只是一个示意图 OK 有没有听 好 好了 然后 再来说一个 我们的第二次还可以分拌正向和反向 这个好理解 正向查询是哪 应该说翻译匹 那反向查询呢 IP翻译匹 各类 咱我们一般的网站当中只需要配正向查询 而不需要配反向 只有一种 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常用的 如果用反向查询的常用的东西 只有一种 谁 邮件 邮件 邮件服务器 它需要用到IP去找域名 所以 在邮件服务器上 如果你配的是邮件服务器 需要配反向查询 OK 一般的服务器只能配什么 正向 各位 第二次的查询是我能配的吗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概念 比如说 我申请了一个域名 我又买了台服务器 然后是不是又买了IP 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个域名和这个IP连起来 这是我自己做的吗 各位 首先 我说 你绝不能自己做 你一定要想干嘛 你向域名分管商要提出请求 你去申请域名这个家伙 他就可以帮你来做请求 也就是说 你从万网去申请他 你就给万网打电话 可以干嘛 一般的小公司 你只要给他打电话说 我要把我这个域名解析到 我的某一站匹上 现在都不能把电话了 网站打开上面 就有一个表格 填完之后 下一个过几个小时 你就和你们解析了 能听吗 人家说 不是我解析的 谁是解析的 是不是域名分管商来解析的 能听到 但是 也有可能是 我可以问他要求 把这个域名的解析的权限 交给我自己 我的 我的网站的服务器数量比较多 我单独拿出来的那台服务器 在上面来搭DNS 然后呢 我解析的东西 要把我的这台DNS 加入到整个域名体系当中 你看到我在说什么 啥意思 你的这个域名 比如说 我们写的一个字名叫 IC.com 啊 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 你是不是 要想查询它 你是不是得让 点抗目服务器 知道IC.com 它是不是才能解析 能不能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在外网来帮你做 它可以把你的IC.com 是不是加进去 你也可以干嘛 把全新的颜值都要回来 然后呢 给它协商 价格不一定要回来 我自己来解析 你只要把域名给我就行 明白 我解析完之后 把我的这个IC.com 你只要加在 点抗目的服务器里 才能识别 是不是全球的问题 能不能 然后用方法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 一般情况下都是什么 有万万来期待你解析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网站 都是一个人 三杂物件 IC.com 只有像我当年加搭游戏的时候 第一 我的服务器数量不得多 我完全是不是可以拿出一台服务器 来做DS 第二呢 我需要解析的子运人 三具文化 我既要有网站 我是不是还要有Doggle 我还要有付费 还要有文件 还要有游戏 能听到吗 这种情况下 如果每个都让万万去做警戏 很麻烦 那我是不是单独拿一台服务器自己来做 你们当时说什么 那它是不是就控制了我自己的周年 但是一般情况下 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讲 域名都不需要自己解析 OK 换句话说 你们绝大多数人是不会碰到DS服务器的警戏 虽然这东西很重要 但你们只会在实验房间下走 只有什么 你去了 小万万啊 或者IDC机房 去了这样的机房 机房里面是不是还有自己的DNS啊 你才有可能会用到DNS服务器 其他的普通公司都不贵不贵 我们一般都是网站 听懂吗 知道你说什么 一般不需要自己来解 OK 但是实验里面会吧 原来也知道吧 常规服务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 听懂吗 有问题 听懂了啊 嗯 好的 那我说 这是正向查询和反向查询吧 OK 可以吧 好嘞 然后呢 配置 这就简单了 那先是什么 挑战吧 挑战吧 啥 跟这个CP一样 应该有IP吧 因为你是不是就是做IP解析啊 你自己的味道懂吗 然后呢 安装DNS 然后呢 有区域文件 然后转发器 或者更骑式 这个其实我们一般都是用的 更骑式 转发器咱们都不说 到Linux咱们再说 可别啊 就可以最简单了 主要是讲原理 好吧 好吧 那我们首先干嘛 这都不说了吧 就安装呗 啊 这个吧 安装过程 罗列了一下 然后呢 得了 然后 新建区域的过程完全理解 是吧 好吧 那我们装一下 Windows的所有的好处都是什么 你只要搞清楚了 原理 配起来就一声进来 啊 行啦 先把他干嘛 停了 然后呢 橘色吧 添加吧 添加的是 谁 DNS 下一步 好 注意DNS 如果你有这个普通路 也就是个TIV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Windows当中的域 它会把你的域 提成在地上当中 我们现在没有 就是普通了 OK 提成域的话 就很麻烦了 好的 调味吧 绝对是Windows的简化之处 我们一早上是不是要是 稍微紧紧点 能讲三个幅 要是稍微松一点 是不是随区练练加两个幅 我们讲了这个幅之后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呢 你们干嘛 做个练习吧 因为讲不三个幅 全都讲不完了 全都讲不完了 我们明天大概两个小时 就能把第三个幅度讲完 然后 预习一下 到时候预习一下交战机的游戏 好吧 然后我们后天 明天就在三 五代四开始上交战机 好吧 然后交战机 运系时间是八天到九天 讲完之后需要考试 OK 听到吗 给你们 对 给你们最多一天的复习时间 自己复习 好 然后考试 听到了 比试和急试 OK 要提醒你们 急试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OK 不算你 好吧 好了 可以玩了吧 这个不用重启 好了 现在什么都有了 应该是起了吧 好 得了 推完了 我们现在去哪 在这里 有了吧 我们说啊 像这样的幅气 是不是在个人电脑里 是都装不了 这是不是就是企业版 和个人版的区别 对温度性来讲 没错吧 好了 打开 打开之后 好了 看啊 看是不是都有了 首先 同样在这里 这单机这个服务器名 这里是不是有 停止启动方法 啊 然后呢 是不是在这里可以新建区域 我们一般不用 为什么 它里面是不是已经建好了正向和反向区域 看到了 我们说 区域是不是就是用来保存我的解析数据的这样一个位置 所以它没有区域 我呢 正向解析数据的时候 里面地方可以放 听懂了 其实 它跟域名空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OK 没有必然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得创建正向区域 正向域名书翻译来评 右键单机 然后呢 新建的是正向区域里面的区域 OK 新建 然后呢 图形向导 下一步 我们可以创建主区 这个辅助 还有存根 那么 存根的话是 只做这个 它是没有主管权的 只是一个 就是写入SV系统的这样一些内容 然后再说SV 我们主要用的一般是主要和辅助 主DNS就是我们标准DNS 嗯 辅DNS在干嘛 嗯 辅DNS 是吧 辅DNS 不能人本向里面签写DNS记录 比如说 直接在主DNS里面能写 预文解析到哪个IP 明白 辅DNS不行 辅DNS的数据出马来 主DNS这个获取 那为什么要有辅DNS 哼 各位 主DNS虽然不能让人写出去 但是能往来读吗 嗯 它可以做查询吗 嗯 当然可以 能听到吗 换句话说 DNS伏系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 它直接是不是就可以做主复备犯 就跟买色共产 明白 你说什么 那写的话是不是都写在意产 插的话什么特效 还分担压力 明白 嗯 但是 对我们的内容来讲 各位 你们小心 别翻了 你绝不会给内网当工用户 去搭一个DNS 量长肉来上网 没有意义 而且 你的服务器压力巨大 一台你如果只给内网当工来搭 大概 如果正常上网 大家流浪都是正常的情况下 大概五六十个人 你的服务器的压力就会异常去搭 一两百个人就有可能会把你搞死 明白 你说什么 不需要给办工还你搭 要把你办工还你怎么办 办工还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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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网他们不都给你了吗 谷歌不是也给你了吗 要用四十个也有 人生搭好了又不要钱 你干嘛要自己搭 能听到 那需要搭的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 是吗 我的服务器需要解写的三句语比较多 OK 这种情况下 我如果自己来做不可以 那我是不是自己来答应 你不听咯 这种情况才考虑 也就是说 给服务器来用 有 给个人机用了 没有 听懂了 一般不说 因为压力比较大 我们用公有免费的油品 听懂了 啊 好了 那我们 所以说 在个人的电脑里 我们发一个就行了 主要的是不是就行了 我们先看看 主要 但是在另一方面 再去特殊 再说这些 再说吧